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交金额1881亿元 OTC市场更是创下13年来的新高 大涨了200 2.85点 收盘指数是165点 15点 涨幅1.76% 成交金额是831亿元 在我们现场的是中医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维泰昨天尤其是OTC 那么这一波是强势当中的强势 而且昨天的成交量800多亿 平常它正常的成交量大概是四五百亿 所以800多亿 其实对它来讲那是报大量 从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台北股市非常热 对 鳳林早安 大家早安 的确我们看到在OTC跟最近集中市场的一个变化上面 确实有出现比较属于强弱分歧的一个表现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OTC它在前两天 它就已经创下波段新的新高 那反而是在这个集中市场价权指数的部分 在昨天然后才往上去进行一个走高 所以其实就指数的部分来讲 OTC确实比较强 那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从成交量的部分 刚刚凤星已经提到了 昨天的这个OTC的指数是出现价涨量争的一个结果 可是呢 虽然说在集中市场的价权指数也是过高 可是在昨天的成交量却是稍微的萎缩 连续两天是出现一个价涨 但是量缩的一个格局 因为集中市场现在平均成交量大概2000 2100 那昨天大概不到1900 对 那所以其实从这个我们说的OTC 跟这个集中市场来比较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阶段内外资的热度又开始变得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外资现阶段 其实对台北股市的一个这个加码的那个热度 没有像过去这么样的强 像昨天也才买超28.58亿的样子 但是呢 在这个OTC的部分 其实代表这种所谓内资的一个信心 在最近又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加码跟这个冲高的情况 那么昨天的融资予的一天也增加了将近有12亿多 所以其实现阶段就是内资又开始回头来再去 这个买超台股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现阶段 我们刚刚还在聊天说 现在其实每一天的一个行情 一旦收盘并不是看一点半的收盘 而是要看三点半之后的一个新台币的一个收盘 如果说新台币的收盘是属于持续的升值的话 那么对于这种热钱或者是这种外资的一个心态 就算它没有出现大卖 它也不至于大卖 因为只要新台币升值 尤其是中央银行为了要阻止新台币升值 它是一定要释放出大量资金的 在台湾跟美国 其实你看那个宽松环境 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在美国宽松环境 其实要看的是联准会 在台湾其实你要看的是中央银行对新台币的态度 如果它放任新台币升扁的话 那它没有办法释放资金出来 可是它阻止新台币升值的话 它就必须要释放大量的新台币 然后买进美元 这就是我们在观察台湾的宽松环境 它最重要的观察指标 对 刚才封信还有跟我聊到说在之前 75、45、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有一波 这种所谓祖身的一个情况 不过那个时候台湾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 算是守得不错的 可是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其实时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在这个台湾 其实在全球贸易的这种角色 其实是越来越重 所以央行这一次 对于这个所谓新台币的一个祖身 会不会像过去这么有效 这一点其实我是还在观察当中 对而且我也很担心 美国老大哥在背后不知道准备了什么棒子 要对付那些祖身货币的国家 对 所以我想说在接下来的行情 大家应该就是且战且走 那么最近我们发现到就是在法人的部分 因为其实现阶段的时间点 今天是7月3号 也就是说6月份的营收 即将要在最近的一个礼拜 要全部的公告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到说 像以投信来讲 他们最近的买卖超的一个tempo变慢了 你知道他们买超 像以昨天来讲 投信买超的大概前三名 才超过1000张 就是第四名第五名 第四名第五名之后 都跑到1000张以下了 买超的张数 换句话说 其实投信这边也在观望跟观察 观望什么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就是在等这一个6月份的营收公告 理论上他们不是应该都已经仿调过公司 大概知道6月的营收状况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可能有一些公司 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先知道状况了 然后就先上车了 但是现在有很多个股 其实他们之前上车 也拉了一波之后 现在开始停住不动 例如说像一龙店 245百一龙店 这种之前一两个月 基本上都是这种投信 积极任养的一个标的 那反而在最近 其实投信就暗拼不动 那股价也不涨不跌 就在高档在那边撑着 所以我像说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站在法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会开始去审视 他们手中的持股 那如果说6月份出来 合乎预期 那可能就没事 那如果说不合乎预期 或者说比预期稍微差一点点 因为他们毕竟股价也涨过一波 也赚到一波了 就很可能会引发另外一波的一个 所谓的调节性的一个换股动作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投信也在看 如果照你刚刚讲的 外资其实虽然我们看到 新台币不断的升值 好像资金不断的涌入 可是外资在股市的动态 是审慎的 投信法人也是审慎的 那现在的大涨 到底是谁在推动呢 我们如果说 从这两天的一个行情来看 你会发现到 在指数的部分上涨 其实它蛮平均的 传产股有 然后电子股也有 然后金融股也有 但是蛮平均的 那这种涨法 其实我们看到 在昨天的外资的一个买操也是怎样 就是这个面板有达 前几天卖一卖 昨天又买回来 那鸿海卖一卖 又买回来 其实在整个外资的一个操作上来讲 它开始就是也是在做一种 比较短线上面的一个操作的进出 所以你看到 从这个外资的态度相对保守 投信的态度相对保守 情况之下 这也导致的 为什么刚刚一开始提到说 集中市场成交量相对比较萎缩的原因 因为两大法然基本上都相对的保守 那自营商这边本来就是在这边进进出出 但是最近有发现到 就是自营商针对在过去有一些 就是可能四月份 三月份就进场布局的那些所谓破断股的部分 他们一旦碰到这种各股的出现这种 除息之后 出完息之后 马上就砍掉 也就是说他们把息赚到之后 然后他的股价价差也赚到之后 他马上就砍掉 所以这个也是在最近我个人发现到 就是有一些的个股 他出完息之后 例如说光宝科 或是那些 属于大家比较额首领强的个股 或者是最近合硕 合硕 合硕最明显 对最明显 就是这种 他们赚到了价差也赚到股息之后 就开始出现这种调节的动作 所以这个也是顺便提醒一下 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手上的个股 在之前是跟着法人进出的 那现在又面临到 就是这个除息的一个 前后的一个位阶点 我觉得你就要稍微去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必要跟着法人 去做一个除息动作 因为法人除息 他比较没有税务的考量 但投资人会有 因为现在除息 他是有这种所谓的股息收入 要磕税的问题 因为我们个人股息是要磕税的 但是你的这个交易的股价的差额 所产生的证券交易所得 是不用磕税的 可是对于自营商来说 就这券商的这些操作来讲 都要磕税 所以就没有这一个 一边要磕税 一边不磕税的差别 所以他就摆明了 自营商其实就来做一段的 这一个除息行情 在除息行情之前拉一波 然后接着他又很快的填息 一填息完了之后 他马上卖掉 就他把这一段 这一个除息行情 赚到了就走 甚至有些没有完全填息 他可能填一半 他就走 对 因为他其实因为 进入的价差成本比较低 所以他价差赚到之后 这可能是他们主要想要赚的 那股息的部分就是加减赚 就加减赚 所以 虽然说我给我看到 非常多的媒体在讲说 这个有多少的股票 高现金指利率 然后除息多好 可是我们实际在观察 就是我看到的有很多的股票 就是出完息之后 目前为止都是贴息的状况 好 刚刚的三大法人 通常外资来讲 是比较长期的布局 然后呢 投信呢 他相对中期 大约就是一记一记的布局 至少要一记一记的布局 可是自营商是最灵活的 那自营商的通常都是属于短线的 然后很快速的操作 如果这三大法人 现在看起来都是 都是相对比较保守观望的 那可是你看到市场是超热络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们在讲说台北股市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大概都有一个架构 那我们常常用的架构就是 架量市跟筹码 那架的部分刚刚已经讲过 这边其实双方就是OTC 跟集中市场都创新高 那还是维持强势 这个没有问题 那比较有缺陷 比较有瑕疵的 就是在成交量的部分 那这部分可能达点折扣 那架量市的市 就是属于盘面上面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在最近盘面上面 其实中小型股非常的热 尤其是像最近 比较新兴串起来的 像是那个游戏软体股 哇那个星象 我昨天碰到一个朋友 他问我说 你知道星象这样多少钱吗 我说应该五六百块吧 他说错 星象连上八百块了 你知道就算我们每天关心股市 一千多档的这一些公司 你也不能每一档都能够 一直关注着它 你看很多公司就这样悄悄的 对 所以我说 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现在的这个盘市状况 我们从昨天来看的话 有非常多的个股涨停板 以我的看法软体来看 涨停板的章数 那个档数已经超过一页 有一页半 可是如果你回去看弱势股 弱势股其实几乎没有一档 是跌停板的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就是盘面市的部分了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好 我们现在呢 这七点半周的节目 好好的来剖析呢 一个市场 今天谈台北股市 好 维泰刚刚提到了 价量 然后现在是盘面的盘市 盘市里头 其实你会发现说 中小型的个股 非常非常的活跃 所以你看到市场最近呢 但是它相对强势吧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涨停板 一夜都还排不完 涨停板的加速这么的多 但相信之下 最弱势的 跌停板其实没几家 对 所以我们在讲说 有时候这个 要分析行情的一个多空趋势 其实也不用这么困难 你就看看说 现在涨停板的加速 多还是少 或者是说 你上涨的加速多还是少 对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 也是很简单的一个盘市的观察 为什么会涨停板 就是因为有人愿意追价 对 如果有人愿意追价 那这个气氛就是属于偏多的 有人追 而且有人吸收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们说的 简单的一个 看盘的一个技巧 跟大家来做分享 只不过说 在这几天 在强涨的个股当中 我发觉到 有一点点内容上面的一个调整 怎么说呢 其实之前都会涨一些 就是什么这个法人认阳股 然后刚刚提到的一些 什么IC设计股 或者是这个5G概念股等等 可是最近却看到是一些 刚提到像这游戏股 这个星象 这个也创下 这个800多块的一个 这个天价 然后其他的包括像是 这什么网龙 或者是不是像志冠 或者是这些像大宇支等等 或者橘子 你可以发现到 这些游戏软体股 他们的整个股价的表现 其实不会输电子股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站在 这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说其实游戏软体股 可能因为今年的疫情的关系 他们认识整个的 这个我们说的一个 需求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那那个营收也大幅度的成长 那这一点反而是之前 我发现到 就是法人没有想到的 所以这一波 其实看到很多的一个 法人在最近才开始去回补 这些游戏软体股的一个部分 因为游戏软体股 其实有一段期间 几乎被市场抛弃 就是不列入主流了 因为觉得好像也赚不到什么钱 就也就是如此 然后中间又发生了几次 操作的事件 但是最近可能是 所以维太领的意思是说 它是长真的 那个真的是说 不只是大家 不只是它这个股价上涨 它的实质的营收面 或者获利面 应该都是大幅度成长的 没有错 我们看到以刚刚所提到的 一个形象 它五月份的营收是成长了15% 那如果说它在这个累计营收来讲 其实竟然也可以成长到七成 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 这个营收成长幅度是很大的 那当然我必须要讲 有可能是去年即期太低 但今年成长是40 没错 所以我想说 既然它竟然有一个明显的成长 而且在现在这个股价 也有人在去这边去进行 这种所谓的一个追高跟吹捧 但我想短线上面应该都还是会有高点的 好 所以你觉得游戏股 现在大家能追吗 游戏股 当然我认为说 一样是看指标 然后做落后不涨 像刚刚提到3293的形象 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指标股 那其他的一些 例如说像大宇支的这个部分 他们整个涨幅是相对比较少的 那当然他最近这个礼拜 我也看到在外资的一个部分 也在这边开始去做一个持股回復的动作 所以如果说在依我来讲 因为现在是一个比较是属于资金行情 类股轮动 那类股在这个轮动架构当中 他一定会去想办法去寻找一些低基期 或者是股价涨幅相对少的一些标的 所以这样这种个股就会 就会被市场上面慢慢慢慢的注意 所以我觉得投资朋友也不需要特别 一定要去追高那些很强势的高价股 那我认为说可以看的高价股 看的指标股来率做一些落后补涨股 以游戏股来讲就是看星象 然后去做其他的这个游戏类股 星象如果是已经持有的人 当然OK很恭喜 其实还不急着要卖 出头不用 但是但是呢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必去追星象了 但是可以先持有落后补涨 然后万一星象有一个风吹草动的时候 那落后补涨当然也必须要先卖掉 他们会是一个同步的情况 OK好这个是在游戏类股 还有盘面上面有哪一些呢 盘面上面其实这边的生计医疗股 还是有在动 可是有发现到他们的这个轮动的脉络上 他们变成就是今天虽然有生计股涨 可是今天涨的生计股跟主任涨又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现在我刚刚说类股轮动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类股轮动 他一直都维持强对强势就好 但是我这边要特别就是提醒 就是说如果你哪一天你看到早上强势的股票 大概在中场11点半之后 卖压就出容 就有点像刚刚风行讲到的美国股市 他早上早盘很强 开高 但是他一路往下走走低的这种情况 尤其是小型股 尤其是小型股 通常这种都是属于这种筹码会出现松动的一种暗示 所以如果小型股有出现这次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就可以提早去进行这个减码 或者是获利了结的动作 所以不用等到他收黑 你的意思是说 在他最热的时候 然后那个开高之后 也许我可能11点去看个盘 然后发现说 怎么开始转弱了 这时候也不用想说 我没有办法卖在今天的最高点 就卖了吧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其实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不会去思考说 我要卖在今天的最高点 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只想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都纠结在那个一毛两毛 我真的是有的时候 也会觉得很痛苦这样子 如果你能够卖在波段相对高点 你就要给自己拍拍手了 你真的不太需要说 你卖到今天的最高点 我觉得真的不太需要 而且这个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所以我觉得 只要大家对自己要求 那不是难度 那要有一点点神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发现到 就是说在整个 这一个圣基雕股 是在类股上的轮动 然后就像连PCB 最近行情的部分 也是有着强有着弱 所以接下来 在个股的表现上 它会有一些 强弱分歧的一个表现 强弱分歧的表现 可能在下个礼拜更明显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 就六月份 营收公告之后 会有法人会去进行 审视跟筛选 拿一些个股 它真的涨度 或者是它预期 不如预期 它会做一个调节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两个礼拜 有可能是 进行换股的一个 重要时间点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是 所以维台 我们必须要等 这个营收报告出来 因为7月10号之前 六月份的营收 全部会公布 那你关注几家公司 然后接着 它的营收报告 一出来了之后 我们这是要怎么去观察 这个营收 到底市场的法人 是赞同还是不赞同 因为不是它 营收成长就叫做赞同 营收成长就叫做不赞同 常常不是如此的 对 其实应该是说 它营收成长的幅度 有没有符合法人的预期 对 那如果说符合法人预期 基本上法人可能会流 但如果说 不符合法人预期的话 它一定会去做一个 侃畅动作 毕竟如果以投信来讲 它一定是 卖掉股票 有钱了 才能够买新的股票 好 所以等于是 营收一公布了之后 其实你去观察法人动态 是 这个最清楚 利多部长 或者是法人 法人是加码 对 对 他们可以 吃饭 水 它是 用 它的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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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